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此时此刻距离问天试验舱的发射升空已经过去了将近13个小时 那么这次的交汇对接采取的是更为稳妥更为安全的 半自主快速交汇对接的这样一种模式 那么此刻重达23吨的问天试验舱正在向天和核心舱进行靠拢 马上他们就要进行一个重量级的太空牵手 各号注意,我是北京,根据北京实时摇测数据监视判断 问天试验舱与天和核心舱对接机构锁紧完成 组合体起控,交汇对接正常完成 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考虑到问天试验舱的吨位 此次交汇对接任务首次采用半自主方式 主要由地面进行仿真验证 对远距离导引段的各次脉冲进行计算 较之以往更加稳妥、安全 航天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监视整个的对接过程 如果自动控制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 航天员要接手控制问天实验舱 总的来说整个交汇对接过程控制非常精准 完成的很圆满 据了解,这是中国空间站第一次 在有人情况下迎接飞行器的访问 完成两舱一字构型组合体之后 按任务计划,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 随后将进入问天实验舱